就是死在这边盗田里面 死了多少头 这边死的可能有17头 可能死了12头 村民阿祥是双田村损失最惨重的 养的40多头牛已经死了三分之一 阿祥说噩耗是从10号中午开始出现的 10号就有人村民打电骂鬼火 以为是我的牛死了 我就过来这边看了一下 确定不是我的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偶然事件 就没太在意 哪知从11号开始 阿祥家的牛和其他村民的牛 也开始出了状况 11号早上死了7头 我们就怀疑有人投毒 不过当地警方及序幕局迅速介入调查 很快排除了投毒的可能 就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 村里依然不断有牛出状况 发现他投毒白沫流鼻水的时候 他就24小时之内 绝对未死吧 7条牛啊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死要3条了 阿祥说自己养了两三年牛 从没预见过这种情况 看到牛发病 村里人也曾试着喂药救治 不过都没什么效果 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凶险呢 排除了人数共患的 这是疑病 是续菌感染来引起 是可控 可防可治的 东元序幕部门表示 事发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 并邀请省市专家现场诊断 双田村共有327头牛 平时都处于田间放养状态 而最近因为昼夜温差大 加上牛食用堆放在稻田的煤边稻杆等原因 才导致牛患病 经确认 共有95头牛患病 其中30头死亡 有65头的病牛呢 经过治疗呢 已经是明显好转了 病情得到了控制 目前有关部门 已对病死牛做无害化处理 对现场也进行了隔离消毒处置 并发放消毒药物 知道农户使用抗菌消炎药物 来治疗牛病